这绝对是我见过最和谐的离婚场面了 米奇和乔尔的婚姻最终还是走到了尽头 当法官看着手中的资料 照例向米奇提问问题时 坐在旁听席的乔尔站了起来 当法官问到为什么要离婚时 双方都将问题归结到自己身上 最终随着法官的小锤敲下 他们的婚姻彻底结束了 同时米奇的父母这边也遇到了一些小问题 这对中老年夫妻突然同时挽起了叛逆 爱博为了自由和梦想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哥大终身教授的工作 他们住的豪华公寓也将会在一周后被收回 爱博这个当了一辈子数学教授的人 并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到底需要多少钱 甚至不能理解为什么他的女儿需要一整个房间来放衣服 为了维持精致的中产生活 罗斯不得不回娘家去申请更高的信托基金 最终结果却是因为不能接受家族重男轻女的传统规定 彻底放弃了信托 一家人开始了打包行李 即使还不知道可以搬去哪里 米奇在去参加巡演的前一个晚上 将所有人集结在一起 前夫乔尔前公共婆婆 以及怀孕的嫂子 和因为梦到刮胡子会对宝宝不好而一个月没有刮胡子的哥哥 米奇将孩子们的生活习惯和需要整理成表格 希望乔尔和公共婆婆以及哥哥嫂子 可以在他巡演期间轮流照顾宝宝 但是表格上没有米奇爸爸妈妈 于是会议主题完全跑偏 米奇哥哥说 最终米奇的前公共婆婆收留了他们 两个无家可归的老人就这样开始了寄人篱下的日子 纪元篱下的日子到底多心酸 每天凌晨四点半就要起床 如果不肯起来就会被人直接掀被子 然后一边在电视机收音机同时开到最大的环境里吃早餐 一边听着墨射说叫早起的十八大好处 这让米奇父母感到生无可恋 墨射向乔尔吐槽米奇父母起得太晚 甚至想带他们去医院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失睡症 这时米奇的电话打了过来 他邀请乔尔来看他的演出 虽然演出的地方距离纽约很远 但是乔尔还是坐飞机赶来了 看着台上大放异彩的米奇 乔尔第一次真正的为米奇的选择打到骄傲 两人喝酒聊天玩老虎鸡 最后喝多了还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 而且还在喝醉酒的情况下复婚了 这让米奇对未来有了新的期待 但是乔尔觉得这不科学 米奇父母这边实在无法忍受 墨射和雪莉的各种怪品 于是给米奇打电话诉保 最后一向优雅的罗斯在和雪莉在大街上发生了争吵 然后拉着艾伯坐上计程车连夜去投奔女儿 米奇对父母的到来感到开心 因为他希望父母可以看一次他正常的表演 可是罗斯和艾伯对他的表演似乎并不感兴趣 但最后还是被米奇深啊硬拽地请到了演出的地方 比起台上女儿的表演 罗斯却对喝酒更感兴趣 度假果然是最好的放松方式 米奇的巡演告一段落 一家人回到纽约都寄宿在前夫乔尔家 米奇父母明显心情好了很多 当了一辈子数学教授的艾伯用数学完美的计算 他们为了摆脱现在这种寄人篱下的窘境 接下来应该如何安排 自从老两口落魄后 罗斯已经很久没和姐妹聚会 于是约了闺蜜喝下午茶 得知姐妹的女儿还没出嫁 罗斯决定当一次红娘 于是迅速梳理了自己认识的单身小伙 接着给闺蜜女儿介绍了一个 闺蜜大喜过望连忙回去让女儿准备见面 米奇这边由于给大明星座开场积累了不少人气 于是很多广告就找上门了 只可惜没有赚钱的 甚至还有一些广告台词比米奇的段子还黄 与此同时的乔尔 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 决定在唐人街开一家酒吧 也就是在这里遇见了自己的新欢 一个性格火辣的华侨名调梅子 这天乔尔接到工商局打来的电话 经营许可证批下来了 之前一直被找各种借口拒绝颁发牌照 这下批准了可把乔尔高兴坏了 于是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梅子 但是梅子的反应很淡定 乔尔立即明白了 这肯定是梅子帮忙了 于是对着梅子一顿吵吵 觉得梅子的做法伤了他的自尊心 梅子也不惯着他 直接告诉他要想在唐人街做生意 不靠华裔帮忙是非常难的 说完就拂袖而去 米奇找到乔尔商量孩子上学的事 米奇想让孩子去上贵族学校 但是乔尔综合房子和学费的问题 想让孩子在普通学校上学 两人最终也没谈吐 米奇下定决心要靠自己给家人最好的生活 前任和现任见面应该是怎么样的 在乔尔酒吧开业的这天 米奇和梅子都来为乔尔庆祝 乔尔将梅子介绍给米奇认识 米奇还大方地说了一场脱口秀 为开业住行 第二天米奇就换上他最爱的粉色风衣 去谈一笔生意 他找到前公共墨设 想要买下之前被他收回的 和乔尔住的那套公寓 并拿出他和大明星巡演的合约 证明自己的经济实力 最终米奇凭自己的能力 买下了曾经生活过的公寓 与此同时罗斯也收到一个好消息 闺蜜的女儿马上就要结婚了 对方就是罗斯介绍的小伙 闺蜜激动得老泪纵横 送了罗斯一套名贵茶具 要不是罗斯拦着 非得把自己的鸽子蛋送给罗斯 并给罗斯说他朋友的女儿 也想托罗斯介绍对象 那个女孩是个白富美 就是性格古怪 罗斯心里瞬间就有了人选 他到医院找到米奇前男友本杰明 以弥补本杰明情感创伤 唯有给他介绍对象 但是被本杰明委婉地拒绝了 但是罗斯还是给本杰明留了联系方式 这让本杰明心里非常不舒服 于是找到米奇 一向冷静绅士的本杰明 因为愤怒在满是人的餐厅里暴走 当初米奇说分手面都没见 一封分手信草草结束 他也做到了不打扰米奇的生活 米奇错过了一个真正爱他的男人 此时罗斯正忙着梳理自己社交圈里的单身男女 米奇回到家与罗斯大吵一架 母女两互相不理解对方正在做着的事 自从米奇在女厕所邂逅大哥星夏依 他迎来了事业巅峰 为大明星巡回演唱会做开场嘉宾 成就了米奇一个个高光时刻 热情幽默的米奇很快就和夏依成为朋友 这天夏依突然在上台前消失了 团队里的人觉得他在耍大牌 只有米奇关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最后在邮轮的角落里找到了夏依 此时的夏依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光彩 浑身是伤得蜷缩在那里 原来夏依被酒吧里的一个男生给打了 这件事并不能让别人知道 于是米奇安抚了他的情绪 并帮忙处理了伤口 让他能及时回去演出 通过这件事 米奇彻底获得了夏依的信任 在接下来的演出中 他将米奇的节目放在黄金时段 比顶级脱口秀明星的时间段还要好 这反而让米奇压力倍增 于是找到大明星的经纪人小黑求助 小黑给他出主意说 可以多讲讲与夏依相处的日常 或者巡演中发生的有趣的事 大家应该很感兴趣 于是米奇听取了建议 在表演时 米奇从在女厕所遇见夏依开始讲 还讲到了夏依有一个放满蕾丝和学坊的衣柜 果然观众们很吃这一套 雷铭般的掌声就说明演出的确很成功 但是米奇不知道的是 正是这些有趣的小事 将毁了他蒸蒸日上的事业 巡演又要去下一个地方 米奇带着大包小包赶到机场 但是经纪员小黑告诉他们一个坏消息 接下来的巡演不需要他了 原因是他昨晚讲的段子 暴露了夏依不想为人所知的一面 夏依之所以会出现在女厕所 会有一柜子的蕾丝学坊高跟鞋 会被人打了不能说 全都是因为他是个gay 而大大咧咧的米奇并没有发现这一点 还把他们当成段子讲了出来 米奇的表演差点毁了夏依 也真实地毁了自己 当一个女人的生活由男人一时兴起决定时 她是多么的不确定 一毕业就结婚 结婚四年坚持将完美的自己展现给丈夫 最后换来的却是丈夫的背叛 认清现实的米奇果断分手 渣男不送 短暂的婚姻破碎后 米奇没有为了迎接世俗无止境地消耗自己 一边做着贵姐的工作 一边尝试做脱口秀演员 果然她在脱口秀这个行业里找到了自己 可是米奇的人生起起起落落落 就算是女主光环加深 也没能阻挡生活里出现的一个又一个挫折 事业上脱口秀之路走得磕磕绊绊 凭借努力与坚持 一路走上梦想的大舞台 为大明星做开场嘉宾 最后却应说错话被辞退 此时的米奇正背着巨额房贷 这对她的打击非常的大 感情上米奇也没有真正的处理好 乔尔出轨后 第一次来找米奇和好 米奇拒绝了 却在商量离婚时睡在了一起 又在准备和好时因为不放弃脱口秀事业再次分手 终于离了婚 却又在醉酒后再次领了证 虽然感觉很荒谬 但也并不是不能理解 毕竟双方对彼此都还是有感情的 只不过这份感情并不再是当初那种纯粹的爱 米奇尝试接受新的人 比如能接受她脱口秀事业的本杰明 但最终米奇还是因为自己的不信任错过了这个真正爱她的优秀男人 也许经历过失败的婚姻后 米奇坚信 爱情成可贵 自由价更高吧 三季的内容已经讲完 米奇没有像一些剧中的女主一个挫折瞬间觉醒 然后走向人生巅峰 她总是在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 也会愤怒 发火 崩溃 但她更会调整自己直面困难 解决问题 第四季我们来看 失去生活保障的米奇 背着房贷 能不能逆风翻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